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阶段的6000多万加这个阶段6000多万以及旁边的工程 那总共是投入了1亿7000多万在我们整个养殖区 那养殖区的排水是非常重要 因为摆水做不好 第一我们里面的养殖户里面的东西有可能因为大雨或者什么状况就会有很大的一个损失 所以这几年来我们也逐步的把养殖的这个空间 希望未来能够观光化 那所以也逐步把整个环境来做相关的整理 未来方苑相点线面去做串联 我相信在这一个方苑是一个我们观光的一个处女地 未来绝对是有非常大的一个潜力 能够带进更多的观光客 那有人潮相对就会带着前潮 会有更多的青年朋友一起回来跟我们一起来打拼 所以是因为管长来到现场的时候 听到我们的这个意见 特别增加这个预算 所以养殖协会套过这个时候 给我们的县长 王县长感谢 谢谢 谢谢 海伟二排进排水路 因潮汐地势变化影响 导致进排水路出水量护岸高度不足 容易发生水患灾害 渔温常常遇水则烟 县福向渔月署争取补助经费 及县福配合款 办理护岸加高 及进排水路改善工程 预计工程355日立天即可完成 保障居民生命财产安全 及水产养殖制生产 带动区域产业观光发展 公益频道张华云方院采访报导